这是第四章开篇霹雳的大事变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近代以来为了挽救国家的威望 中国的新军分子曾经历经千辛往苦 向西方国家寻找建立 但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 在实践中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捧 西哈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 更是人们嵌入了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之中 1919年的五四运动 以前的新文化运动 是自占这些民族主义的新文化运动 对方向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 这个运动是成都秀创办千年早期 新青年开始的 蔡元培担任了北京大学的校长 新青年变地步 新青年 新文化运动的传达者 比如说的破除迷信的口号 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 是由于是demo 本来的 民主和科学具体行业是什么呢 民主制级 民主制级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制级 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 科学 相议的科学是哪 统学是封建社会的正常思想 反对思想解放运动 反风建的思想解放运动 还有法国建的思想解放运动 还有新闻化运动 还有反风建的思想解放运动 还有反风建的思想解放运动 大方便是两个大方便 在房间的时间也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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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她五次运动以前也是西外发运动的 在房间的房间的时间也发运动 其实算是差不多 反对房间 还有什么呢 西方学习 五次以前是新闻化运动的局限性 第一是新闻化运动的判导者批判孔学 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所进展 第二是他们把改造国民生 文明性质 改造国民至于优先的地位 第三是那时的许多领导人 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提搬精神 他们使用的方法 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 后来他们就对资本主义是有多种程度的怀疑 第一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 和内在矛盾比较充分的暴露出来 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已经比较充分的暴露出来 第二是世界大战以及现在前日暴露 资本主义的制度 不可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第三就是中国人 其实西方的努力屡掉失败的事实 更是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在中国的国际居厂成了极大的义冠 这是他们批判孔学只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 假如在台湾还一个从改造国民性质 改造国民至于优先的地位 他们还是没有满黄色主义思想 台湾之所以对资本主义时 各种程度的怀疑 才只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 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已经形成了 也第一次给大家 有其中的暴露出了资本主义内部的一种矛盾 他们在中国人家西方学习屡次失败的事实 他们怀疑写了 对 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在中国的可行性的一个原因 中文就是 这样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就分成了两个潮流 第一部分人继承了他的科学与民族的精神 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 另一部分人沿着资产阶级的道路 找一所加学了 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十月革命是一个最有化时代意义的世界性命运动 十月革命是怎样推动中国的奸进分子 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呢 第一 十月革命基于中国人的一个启示是 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 质疑自己的了解把这路 第二 十月革命诞生的社会主义俄国 号召反对帝国主义 并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 有力的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第三是十月革命中的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广泛发动 并以此应得胜利的事实 给予中国的经纪分子以新的革命的方法和启示 推动他们去拯救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 他们他们他们这个胜利 那个胜利了之后就就就就就给给人们一定的启示 在中国大地上 率迁举行马克思维主义旗帜的是李大钊 是李大钊 李大钊是从爱国的立场出发 从民族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 五四运动新民族主义革命的开端 它前面是新文化运动 现在后面旧民族主义革命失败了 后面五四运动是新民族主义革命的开端 那么五四运动的爆发呢 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化时代的世界 首先 这个运动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和社会条件下发生的 首先是新的社会力量的增长 壮大 所以它这个功能阶级可以壮大 其次呢 是新文化运动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 再次是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而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所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所以如果谈到五四运动你会谈什么呢 首先它发生的条件是什么 就是新的社会力量的壮大 功能阶级就是壮大了 然后它掀起了这个思想解放的潮流 这是前面的新文化运动 对它这个有差距一定的影响 还有就是俄国的十月革命的影响 然后它直接导火现在霸雷火上中忘了它失败 五四运动的意识特别是什么 第一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法方界的彻底性 表现了反帝法方界的彻底性 所以在帝国主义一开始中国是表面的感性认识 表现在叶克堂的笼统的排外主义上 第二件是理性的认识 看到帝国主义内部发表着有点矛盾 第一次说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大街 几乎不先进行两个中国也没达到实质 第二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 五四运动是广泛的发动群众 第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 以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本帝法方界的彻底性 本帝法真正的群众运动 真正的群众运动 展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他这里喝水吧 可以在这里喝水吧 使得伟大的力量 正是因为五次运动 具有基本上述新的历史特点 它也就成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 那五次运动它是历史背景 它活索 它的性质是怎么样的 然后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 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 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 主要有三种类型 首先是五次运动以前的 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 基雷宝李大赵以外 就是陈独秀 五次运动以前 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 李大赵、陈独秀 其次是五次爱国运动的 左翼骨盖 其代表是毛泽东 五次爱国运动的 左翼骨盖 再次是一部分 原本原中国同华会会员 中国同华会会员 西大革命时期的活动家 现在表是总比武 有三种 马克思主义者三种 原来新文化运动的 这个二国运动的左翼骨盖 还有呢 这是 这是 社会普通家 早新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特点 第一是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 明确的统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划行界限 这是最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 第二是注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它与实际上结合 再把它中国化 第三次开始提出知识分子 应当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 那个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一个特点 早期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特点 所以技术理论 比较引入中国 还有就是 就是从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里面结合 群众中的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就是马克思主义说 他没有没有抛弃这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 而是进一步的发扬了这个新文化运动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随着中国工人结局开始 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从上历史舞台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后传播 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 比论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醒了日常 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最早的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 第一是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第二是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第三是进行关于建党问题的讨论和实际组织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这些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成功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历史特点和异议 一方面他成立于俄国十二革命学的胜利的时候 另一方面是在半十元一半曾建的中国的共产党用基础上传承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化展史上一个开天评价事变 就有一个领导 他之前一直是没有一个领导的 没有坚强的领导 他现在能有坚强的领导 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制定革命纲领发动工农运动 制定反帝反封建成民主革命纲领 中国共产党一定成立 中国革命就展现出个新的面貌 表现在哪里呢 所以这个主要是去共产党成立之后 这个表现出了什么样的新面貌 第一是第一次提出了反立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为中国人民提出了奋斗目标 具体的凝聚的斗斗目标 第二该的采取民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材和政治派别 没有采用过的也不可能采用的革命方法 以及群政路线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前面的奋斗目标 第二个呢就是走群众路线 发动功能群众不太像革命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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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有群众运动 对啊有群众运动 对啊有 最近国共合作先起大革命套潮 国共合作的刑场 对啊有 国共合作 对啊有好想革命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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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无产阶级如果紧凭自己的力量 的话不可以去的声音 对啊我们想要联合一些可能团阶的革命的战 对啊 对啊 国民党 很多的也很一定 明朵清潔民傷 明朵清潔民称 大革命的進行 大革命現在風光 霸臨的便可進行 中国共产党对于大国民和合作的重大的贡献 是当时人们可公认的 大革命的意义 失败的教训 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失败的教训 明明天上無知的景色 再次見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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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見駕駛 也有 這麼多 今天我們每次見駕駛 然後 在這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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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